男童拿著玩具丟到地上 女童衝過去搶 兩人撞成一團 隨後男童繼續滿救師跑 但女童跪坐這地 好一會兒才爬起來 還在原地站了五分鐘 沒想到回家後 被單上還有女童留下的鼻血 回家後女童連吐兩次 媽媽嚇壞了 將兩歲的寶貝送到醫院 才發現腦震盪 斷層掃描之後 還有腦水腫跡象 水發後將近兩週的時間 小女童每天都睡上二十個小時 整天昏昏沉沉 媽媽又急又氣 要求幼兒園提供監視器 沒想到 我們登門拜訪了三次四次 一直不斷地用情 用理一直跟學校說 請你提供影片給我們 我們要釐清真相 那學校呢 到現在完全不提供影片給我們 家長來 原方都有監視器給家長看 都有給家長看過 家長看了以後 回去了再去報案 四月十女童手指也曾在幼兒園 碰撞指甲斷裂 這回又出事 家長不能接受 不過對於家長的指控 幼兒園也有話要說 老師把孩子交給家長 這時候是正常的狀況 都沒有受傷的狀況 一家人四處遊玩留下合影 現在卻因為小朋友受傷 女童一個多月都只能在家靜養 但女童到底怎麼傷的 雙方各說各話 目前雙方已經訴諸法律 家長只判早日真相大白 還給寶貝一個公道 叫人民西游園森區小組 台中報導